今天要介紹這個風量社區是我們中立平鎮 算是一個指標性的豪宅別墅 那它位於中峰路環南路口附近 就在中峰路橋旁邊的一個佔地900多坪的豪宅社區 那裡面戶數其實也蠻單純的 也很少拿出來賣 那今天有機會來開箱給各位 這是客廳 那客廳它是3.8米的挑高設計 那房子的外觀它是11米的面寬 然後風格應該算是比較歐式的風格 所以是非常的氣派 那光單層的面積就有45坪這麼大 那一樓的配置就是客廳 現在看到客廳還有剛剛看到那個 算是可以隔成校勤房 但是現在是拿來當作一個展示櫃 然後廚房 再來就是這邊有一個雙車位的車庫 也在我們的一樓 那它算是一個人車分道的一個設計 它有前後路 那這個社區的地點跟機能也相當的好 它旁邊有平鎮國中、平鎮高中、雙學區 有新富公園、新市公園 到中壢市區也只要5分鐘 還有全聯、保亞、特立屋 這些大型的連鎖的店家 而且未來還有平鎮火車站 所以後市是指日可待的 OK那來到我們二樓的部分 二樓部分它是有三間房間 那兩間衛浴 有一間是主臥室 然後有兩間是赤臥 我們先看這一間 其實它都有做一些簡單的木座的裝潢 櫃子、天花板 然後這一間浴室是共用浴室 兩間臥室共用 因為主臥室它自己有自己的更衣室跟浴室 等一下可以看得到 這是第二間的赤臥 這是第二間的赤臥 接下來是主臥室 主臥室它有自己的一個個人陽台 看出去就是我們的中庭跟花園 那它還做了一個電視牆跟置物櫃 它的裝潢其實不是很華麗 但是就是簡單的一個木座 那該有的功能都有 還有收納啊 還有植物啊 衣服 廁所 廁所很大一間 有兩個洗手台 然後一個大浴缸 後面有一個小小的後陽台 那現在是放室外機 那麵條 OK 那我們現在去三樓 三樓有一個很厲害的地方就是它有個人的一個SPA SPA空間 這是烤箱 還有蒸氣室 然後還有一個按摩浴缸 等於說在自己家就可以做SPA 做蒸氣這些設施 真的很厲害 那在這一間是算是一個休閒的 可以當健身房可以當舞蹈室 當然要當房間也可以 然後這是我們的工作陽台 洗衣服的空間 晾衣服的空間 這是三樓的一個超大露台 可以看到隔壁鄰居他們做了一些造景 種一些花草啊 閒情抑制啊 可以在這邊烤肉 然後做一些休閒的活動 OK 我們去四樓 那這個風亮別墅社區的地點 還不錯 它有平鎮國中 平鎮高中 然後新市公園到中壢市區也只要五分鐘 四樓頂樓它是做一個算是大廚房 然後它的樓梯空間也是挑高的設計 四樓的大露台 OK 那我們今天就介紹到這邊 下次見 掰掰 掰掰